所以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康泰性语学这里 好名的条件是什么 我们所配合的其实不是八字 不是笔画 也不会去计算你几两种 或者是你的是属于精密活命土命 或者是之类的用笔数的来笔数笔画 这样的方式来看你的名字 更多的时候呢 我们主要注重的是中国文字的那个意义 意识它的形象 还有使用的人 使用的人你的这个生肖 你出生的年份 你那一年的生日 有没有合配运用你现在的这个名字 而我们从你的名字里面呢 我们会通过你的生肖 你的出生年份 然后呢 你这个生肖的喜好 你喜欢怎样的图形跟图案 等一下嘉蓁呢 会有一些图片给大家比较认识 会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看 我们有没有用到合适自己的名字 所以这是康泰性名学的一个立论的一个基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